后来到搓澡的时候 你唱什么歌 搓澡的时候就唱那个 得唱点有节奏的吧 九月九的梦 那时候就这样搓 有时九月九重阳劫难举手 然后有时就给人唱睡着了 对 唱睡着也忘了翻面了 对 一会儿这一块搓秃了皮了 真的就是我们那个经历 像那个还有一次 就是也是唱的那个歌 贼激动唱那个大喊 如果大海能够 那时候唱不上去 然后那个客人睡着 我一高音 太投入了 给那客人下醒子 说你干啥呢你 大晚上 后来就被经理罚了 经常那样 上一校是不是就算 正式离开家里了 其实一校一说也挺尴尬的 刚待了一年 我们这一校就没有了 跟那个大学合了 我们是中转 我们只能就是选择就业人 那时候打工干什么了呢 去唱歌去了 去面试 但你的同事还没变 老板说你这不行 我们不招你 当时我一想 我说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我就求那个老板 我说你这样吧 你别让我唱歌 我给你当马官 马官 对 是那种的旅游景点的马官 对 旅游景点的马官 白天去给人签马 我没听懂 旅游景点的马官 是这样 因为你客人不会骑马 得有一个会骑马的 然后他得牵着这个马 保证客人安全 带着客人走 对 就叫马官 明白了 明白了 然后那些哥哥姐姐 他们实在累的时候 客人喝醉的时候 不听的时候 我去唱 有时候也 节奏也不对 音稿也上过去 就挺尴尬的 每天回家练歌 上不去也喊 就这样经历一年多 然后我一个哥哥说 你赶紧要上学 你如果再这么飘下去的话 你很可能 以后就不好走了 我当时就想试一下吧 然后就去那个高中 复读了半年 第一次考试 考了六科 第一次考了六十分 六科 六科考六十分 这也不容易 就两三年 你已经没学习了 然后我就特别郁闷 然后我说放弃了 算了 我打好包 我就接着去北京打工了 后来那哥哥说 你就这点困难 你给你放倒了 再说我们要离高考 还有半年多的时间 为啥不努力一下呢 然后每天就开始这样 学习 我爸说 能考上大学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那行吧 那你还是打工吧 他都根本不相信我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家里来了个通知书 然后特别高兴给我爸 我说爸 我说考上大学了 考上大学了 我爸说你是不是没钱了 你要多少钱 那你当时跟父亲 怎么解释的呢 我啥也没说 我挂了电话 我直接打车 就是坐那个班车 坐了一天车回家 我爸们一放 我爸说 真的考上大学了 庆祝一下了吗 没庆祝 我直接赶紧去草原又打工 赚钱赚学费 这么容易 那时候都干什么呢 主要来源就是跑场唱歌 唱歌 对 后来什么时候开始发生 这个人生的转机了 大学毕业了 一路杀到北京 2014年毕业 去了之后我就发现 就是那种感觉 你想的是特别美好 然后你就 现实是很尴尬 我去了之后 干了一年多 就颗粒不熟 后来年底最惨那会儿 跟我一个哥们 我们俩挤了一个 20平的小房子 因为我也没钱了 我说那就投奔他去吧 整个身上的积蓄 就1000多 其实他那时候 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我不知道 我说我有个事跟你说 他说你说 我说能不能投奔你这 在你这住一个月 说住吧 正好我一个人 我们俩就住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 他一早他出去了 现在知道他去借钱去了 对解决这一个月生活费 结果就房东就敲门 我一开门 房东就看特别 你都四个月没交房子了 你怎么怎么什么 我说这不是我房子 他说管你谁 我告诉你 今天下午你再不交房子 我东西都给你扔出去 我一着急 我说大哥大哥 我说你别着急 你看我说欠多少钱 他说一个月1000块钱 四个月 4000 对然后你电费水费的一共是六七千 我说哪有那么多钱 我说我就 我说哥 我说这1000块钱 还没有说完话 他直接把这1000块钱抢走了 人房子 谁也抢过来了 哎呦 当时我说 我说哥你别这样 我说干啥呀 你给我们留点那个活路吧 我说给100块钱 然后他还不给 我就 就顿了100块钱 赶紧跑到楼下买了一桶泡面 然后买了一堆馒头 然后我们哥俩也没工作